其实语言不只是工具 它也是接触这个多元文化 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 那台湾现在我们可以说 是一个多元新住民的一个社会 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些语言 成为我们国家的竞争优势 真的是我们在讲了说 这是国家必须要去推的一个政策 那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 学校有推火炬计划 然后也母语也鼓励大家说 那可是我觉得老师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你觉得现在哪边比较不足 我觉得我们整个国家里头 是不是可以从国家的力量 中央的力量来思考一下 我们台湾到底需要哪些人才 然后可以做些什么 不管是哪一些行业 哪一些能力 然后这些能力呢 让学校跟各部会能够去了解到 也许我们可以用哪一国的文化 可以用哪一国的资源 那我们有这么多的统计数字 然后哪些是学校该做的 哪些社区该配合 哪些是有一些公益团体 他们可以共同来共襄盛举的 然后有些成功的这个案例 可以作为鼓励的 然后有一些是家庭需要 特别辅导的 甚至于都是破碎家庭 他来了不久 他就离家出走的 那怎么样去辅导这些人 包括辅导 不是他本人 很可能是这个整个家族 或是这整个小村庄里头 这些人怎么去辅导他 可能方方面面要去思考 所以包括生活的适应都要做 这个很重要 生活的适应 对 那我知道那个赛珍珠 做很多生活的适应 对不对 所以你们在生活适应上 是怎么样来协助的 我想其实去了解家里的状况 然后去看到他们的一些问题 或是需要 在这过程里面 藉由专业社工的力量 或是一般的志工的陪伴学习 这样的去长期的一个服务的过程 可以渐渐的去协助他们 那另外其实现在政府单位 也有很多的这个新移民家庭服务中心 或是社区的服务的据点 让他们可以更就近的 更方便的去寻求一些问题的解决 那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式 那当然像火炬计划里面 有一项是去做这个家庭的 对关怀辅导 就是去家房的这一部分 也许还没有办法真正做得很好 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起步 让一些没有办法出来的姐妹 让学校可以去接触到他们去 至少去看到一些状况 其实让新住民的姐妹 在台湾能够这个叫做生活适应 而且也落地 那但是我也想请教 在学校里面也有协助这一块 对不对 我们学校是一定要做 因为现在政府 他现在是以新移民子女比例的高 比例高的学校 你一定要去配合这样的一个政策 对 我也想请教 既然学校要做 那我们对于失职 这个培育这一块 是不是也一定要做 就是母语失职 这就是我们学校担心的地方 我觉得政府 你现在要去推说 你要把新移民新住民的语言 纳入我们的课纲里面 而且你想要去做 其实配套措施 现在就要开始起步了 你可以要先去了解 人才到底在哪里 哪些人是可以出来的 所以你觉得都没有盘点吗 这个我不敢说 但是目前我是没有感觉到 你找到哪一些人才 那是不是他让他去搜寻 你要让他看到他的指标 他的希望在哪里 这些人就愿意出来上课 就像很多的那个课语老师 他拿到认证之后 他就要各个学校去上课 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发展性 所以以后新住民的这些诗资 也要认证吗 如果要到课室上课 当然是要认证 就如同现在原住民语 课语老师都是要认证的 女男人也是要 对对都要 不过这个从去年 以民署为托福人大学 就是在培训这个母女诗资 就是当老师 那包括我自己 数量上其实是不足的 因为担全国的中小学 全台湾他就那个 那个培训到每一个县市都有培训 所以不只是在台北而已 每个县市都有 包括那个类似那个马祖 澎湖马祖那边都有培训 我不晓得你所了解 是不是姐妹们都知道 有这样的培训机会 可能不是全部都知道 但是比较有在可以出来的 或是说当他自己的可能能力 或是准备比较好的 这些姐妹们 家庭比较互相的 传递这样的讯息 然后互相邀就是说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去上课 所以是有这样子 但是可能还是不太够 所以因为将来一定有 很大量的需求 这方面还需要努力 好 我问一下 大量的需求 大概需要多少这样的市值 那实在是需要太多了吧 太多了怎么说 因为你看你的新住民语言 目前比较 来我们台湾比较多的国家 是八个国家 不管是越南 印尼 柬埔寨 菲律宾 马来西亚 缅甸 中国大陆 这些这么多 还有泰国 八个国家 但是这个我们 现在我们原住民语言 是只要有一个小朋友选 你也要开课 是 所以那我就 请教一下 每个学校几乎每一种语言 都要至少一个师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国中小 这样的学校 总共有多少所 太多了 关我们桃园县 国中小就两三百所了 对 对 不过我是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把新住民语言 纳入本国语言 让孩子有去选秀 但是你有没有思考到 小孩子他在家里 如果说他家里 主要是讲台语 他会去选妈妈的话吗 因为在学校 他是孩子去做选择的 所以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太乐观 说不定很多孩子 他就直接去选课语 名语了 他妈妈明明是越南语 他不见得会去选 但是政府的是 有这样一个美意 他有这样去一个开设 也是很好 不过我们有看到说 多学一个语言 其实竞争力是增加的 那如何去鼓励孩子 愿意去多学语言 其实我们在讲的 尊重多元文化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不晓得你 这边看到的 就是妈妈在鼓励孩子 学习自己的语言的当中 是不是妈妈本身自己的自信 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绝对是 绝对是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可以还从 利益的这个观点来看 利益的利益 对 就是在政策上面 我们一直也很希望说 政府可以出来 比较清楚的去讲说 未来其实我们都知道 东南亚这一部分 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 发展的方向 如果孩子在这个时候 学会这些语言的话 其实他将来是 有更多的机会 对 他的出路也更广 其实是可以讲得更清楚 而不是纯粹只是说从 文化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这一部分是可以 让家人有更多的鼓励 让孩子来学习 其实我们也看到 惠芳的孩子 就已经有很多的机会 而且年薪上百万 对不对 因为他会说印尼话 对不对 所以我不晓得 您在这边也看到 很多这样的机会 对不对 是 其实我们看到 真的国家的竞争力 从多元文化就可以开始 那我们怎么样 透过这个工具 就是语言这样的一个工具 能够进入多元文化的一个桥梁 然后进入多元文化的一个体验 甚至未来国家的竞争力也在这儿 今天我们真的很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也希望台湾在这个母语的教育里面 能够往前更进一步 尤其是在国小或者在社区里面 我们都希望能够推得更好 今天谢谢你的收看 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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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门 转过来 松开 们 ей